你干嘛呢 亲爱的我来你家找你呢 我是想啊你看我们谈恋了这么久是吧 我在你身上花钱也花挺多的了 你看什么时候结婚 如果不结婚的话 我觉得不要再贪污了 花点钱就要结婚了啊 对啊 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也花了挺多钱了 三十多万了呢 是吧 那又是不结呢 不结的话 我觉得 你 你的这一度这么多年跟我在一起 所有开销都是我出的 我觉得觉得不公平啊 怎么不公平啊啊 我是你女朋友花你钱应该的呀 而且是你自愿呢 是你 我是笨着结婚跟你谈了呀 是吧 如果你你不没有想着要跟我结婚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花我的钱了 我觉得 你看我们谈也那么多年了 是不是啊 我感觉不合适 你看你现在才说不合适 我在你身上花了好多钱啊 我觉得 如果分手的话也可以 我觉得再谈下去 也浪费我的钱 也浪费我的青春啊 那我现在不浪费了 就分手吧啊 你 赶紧找个人结婚吧 那你走吧 分手了 分手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拿点钱还给我吧 你不还给我的话 我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没钱了 我这么多年这么努力挣钱 结果一本上都花在你身上了 你在搞笑吗 我哪里的钱啊 我又不上班都是你养我 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如果你没有打算跟我在一起一辈子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花我的钱了 是吧 我觉得你啊 太软弱了 一点逐渐都没有 什么都盯我啊 太不合适了 我不想找这种男人 那你不想找我这种男人 那你应该早点说啊 那我现在说也可以的呀 还来得及 如果在一起这么多年 花我这么多钱了 你现在才说 都花了几十万了 是吧 如果你不笨着结婚去 我真的是 真的很不划算啊 我本来是笨着结婚去的 是你自己太忍忍无能了 如果你不能结婚 跟我在一起 那你就 啊 应该要早点跟我结婚了 哪有谈一下就要结婚了啊 好多人才十同年都分开了呢 已经好多年了 是吧 花花我的钱也花了好多了 如果你真的想结婚 你看我这个人 对吧 也算是挺好的 给你花这么多钱了 要结婚就早点讲 不结的话 你就拿钱还给我呀 婚我也不结 啊 钱我也还不了 钱你还不了 你花那么多钱 你就这么理所应当了吗 对啊 难道你 给女朋友花钱是应该的呀 难道你花别人的钱你一点都不愧疚吗 有什么可愧疚的 这理所应当呀 谈恋爱不可能 啊 什么都没有吧 而且我跟你谈恋那么久了 你给我点钱怎么了啊 这女人这么现实 很正常啊 就只想着用我的钱吗 难道你 哎呦 谁都这样子的 啊 你就早点 拿给我吧 这样子呢 我们两样那也好 好去好散 是吧 就好去好散啊 别谈什么还钱了 我也没有钱 你赶紧重新找一个赶紧结婚吧 你拿钱给我 我们好去好散 不要闹白行吗 我都不想 我都没有叫你赔偿我哎 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多人 我也浪费精春了好不好 啊 你还想让我赔偿你 你都花我那么多钱了啊 我想 我还想让你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呢 你都花我几十万了呢啊 那 这么多年了 和平了呀 你看你工作都没工作过 是吧 基本上都是我养你 而且你花的也挺多的 不让我工作 是你说要养我呀 可是你 如果你没有想着结婚 那你就不应该 用我的钱了 你应该要想好这个事情啊 是吧 这是人的基本数字 基本 是吧 连这点数字你都没有能到 什么呀 至少要连了解几年吧 一下子就结婚怎么可能啊 你也不能怪我呀 啊 我觉得了解久了 合适才结婚 我现在觉得不合适啊 你走吧 你花我钱 我花那么多钱 你说不合适 那你就退钱给我呀 我没钱 你赶紧走啊 分手 可以退给我 就退给我呀 你还赶紧走 别来我家了 分手 你这我要举办你的哈 我要 上诉起诉的哈 我来发 located来 大家找到的创伍 我回的创伍 就当然很想找的 我发现了 我会给你来